HELLO 大家好 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歡迎大家訂閱 點讚 開鈴鐺 非常感謝你們 好的 來玩我們的 KOF All-Star 七騎士已經快結尾了 這邊已經剩不到7天了 今天是12月16號 12點過後就剩不到5天 剩不到6天 這期就打算來玩這隻吧 這隻是我上次在抽七騎士角色的時候就剛好有抽到 波紋愛情的李梅 我一直沒有這一隻 那我剛剛有稍微玩一下 我待會會來介紹一下他的技能核心 然後還有一些 打起來看感覺怎麼樣嘛 好 那如果你七騎士還沒有抽 或是你又存了一些錢 你還在考慮的話 我來看一下好了 我覺得啦 我看一下喔 第一彈的話 送的這一隻雷伊捷爾就很好用了 你第一彈可以跳過 如果你的紅寶石有限的話 好 那第二彈的話 基本上就是要抽戴倫斯啦 就是抽戴倫斯 然後還有這個 雅伊捷爾的話就看情況啦 我覺得戴倫斯和雷伊捷爾是這兩隻是最好用的 目前 那雅伊捷爾當然有那個雷吉啦 雷吉的話有些關卡還是有需要用得到他 當然有練度的話可以練很高 因為追醒石都給我們啦 大致這樣吧 如果你在第一彈第二彈你還在選擇的人的話 就是我會推薦第二彈 至少這三隻是負面狀態嘛 抽一抽 雷伊捷爾搞不好抽到你也可以覺醒啊 幹嘛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的活動都差不多了 好 看一下 球士等的這隻 李梅吧 嗯 呼喊愛情這三隻 應該是三隻吧 總共三隻嘛 這三隻的話我覺得 有用的應該是庫拉跟這個愛麗絲 愛麗絲的話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沒有BUG的話這個是65%啦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就是這麼多 紅屬性格鬥加攻擊增加65% 這個 你拿他來當隊長的話有點猛啊 然後他的連段什麼的也OK 也OK 以前我有介紹過他打削弱道啦 另外一個號 這個號沒練 因為都沒抽到 只抽到一個吧 好啦 庫拉不用說啦 因為庫拉我們現在有那個完全體嘛 完全體就是他的那個 有那個三氣必殺 然後還有六星的屬性卡 配上去就很強啊 變成說他的必殺完之後 還可以逼人家2秒吧 我記得 然後屬性卡的話是增加凍傷 印象中是這樣啦 來看一下 跑在這邊 減CD嘛 然後技能這個洞傷的話可以增加傷害量啦 所以應該不錯啊 應該不錯 如果你有練的話 必殺的話 我這個號都沒抽 都沒有抽 我是另外一個號都抽好了 好 技能結束還可以兵2秒 很厲害 好 那這隻李梅的話 我剛玩的感覺就 表現非常普通啦 主要是他的連段攻擊就是有點像點攻擊 容易被閃開 不是那種黏住敵人的持續性攻擊 然後他只用腿攻擊嘛 腿攻擊的話就大開大合 不像拳腳並用的話會 持續黏住敵人這樣 那我現在目前只有先升到65等 就親密度 15等 拿個50個戰魂這樣子 把他練到65等 好 綠盾 那隊長記得的話才攻擊力加35%嘛 然後說到傷害減少12% 這種就 就還好啦 不會想要有人拿他來當隊長 因為現在大家追求都是攻擊力要加很多啊 或是要回能量 所以這個就一般般 核心他自己有加30%能量啦 喔 經能1 那加攻擊力 加防禦力 打擊型傷害加6% 受到打擊型技能傷害減少8% HP 那技能的時候是被打的時候可以反傷 反傷15%敵人的攻擊吧 喔不對對對對 受到傷害了15%反彈 那敵人的能量長會減少15% 我不知道是突然減少15% 還是能量長恢復量 你看看這樣 這個從這個敵人數看起來 這是一段嘛 一段的話是不是 5秒的時候敵人也會受到能量長恢復量減少15% 我不知道這句有沒有跟這句連在一起 所以可能是恢復量吧 他是不是少血恢復量 這個你們可能還要再測一下 還要再注意一下 就打BOSS的時候看一下他有沒有那個 有個PG然後下降 我待會注意一下好了 我待會給BOSS打打看 因為他沒有冷卻20秒 所以說應該是5秒期間 PG下降吧 PG獲得量下降 不知道哦 待會再來看一下 那這個我愛KOFALLSTAR這個 變成說他只要有主動技能命中的時候 就可以加把防禦力的35%轉成攻擊 沒有冷卻哦 沒有冷卻時間 表示說三個技能都有 除非他寫錯 待會也可以看一下 這兩個核心的效果到底是不是都有啊 我待會就來注意一下那些 那些圖示 那些BUFF的圖示 技能的話他是雙霸體 技能1沒有寫秒數 表示技能1一直在施放的時候會有霸體 那也是說那種戰力可以使用 被攻擊的時候可以反擊 只要你不 抱歉 只要你不是被擊倒或擊飛 我喝個水好了 回來回來 剛 剛睡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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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在原地踢個兩下再往前踢 這種技能就很難突進了 技能2也是一樣 他的這兩個雖然是突進技 但是會在原地踢個兩三下再往前踢 就會導致說他的招式很容易被閃開 而且秒數有點久 12 12 10 12 1 2太久了 那雙新角的話也是有霸體3秒 然後破防 我沒有到破防啦 我大概是LV3而已吧 80% 那這一招是敵人無法防守啦 就沒有什麼東西 所以說他沒有什麼負面狀態 然後BUFF的話再核心 就是會把防禦轉成攻擊力嘛 那這是他的超必殺 有點久 這個內建370超必殺有點久 哇 這個是對敵人 單一敵人吧 造成暈眩3秒 3秒超久的耶 這個蠻特別的3秒 緣分的話 就因為CD太長嘛 你要嘛就是 這個吧 這個吧 技能冷卻1秒吧 這個 敵人場上唯一以下10 攻擊一下10% 我是配這個啦 雅典娜 那配他自己0.4加攻速 這邊新人我像是0.5秒 然後這也是0.5秒 看你想要配0.1秒 1秒還是0.5秒 我是配雅典娜 1秒比較多嘛 因為他這個技能1.2太長啦 12秒太長了 好 稍微預覽一下 技能1 然後他現在原地踢個兩下 然後再往前衝 這樣突進擊就很慢 而且 他最後一下掃糖腿 這個很容易被敵人散開 可以中斷啦 最後一下可以中斷 這個好像也是 看一下待會可不可以中斷 雙霸體 然後有破防 保持敵人無法防禦 那這一招我覺得有點長 時間有點長 算是點攻擊吧 如果敵人 剛好被你散開的話你就打不到了 這招也是 第一下好像沒踢到就沒有了 當然打小兵的時候也是可以清掉 會把小兵吸過啊 全畫面這樣 但其實沒有 但其實你在打Boss的時候用這招 你沒踢到就沒了吧 那 那技能一二可以打得到地板 只是 那一下 不是那麼明顯 就一瞬間而已 3的話就不行了 3是有點像那個 死士的那隻瑪莉吧 有點倒掛金 都這樣勾過完 沒有第一下打得到地板 這樣跳過來打 打頭這樣 所以2和3最好連著按 連著接 不然就會接不到 那我就技能一二三這樣接 順順的接 好 大概是這樣吧 我們來玩一下 就玩個兩場就好 玩個 雷歐娜跟瘋娜 給一些 如果你真的沒有這隻的人 看一下 因為我也沒玩過 我也沒介紹過 這隻 真的沒玩過 就AS一直缺這一隻 我有兩個號碼 然後這個里梅我一直都沒抽到 所以說 里梅沒有負面狀態嘛 你不太可能打一些 打一些那種副本啊 挑戰賽啊 接力賽那種挑戰 不太可能 而且它是金框嘛 然後打起來又是盾角 沒力沒力的 所以幾乎沒什麼地方 可以派得上用場 然後 無鬥戰 它是AS角 你也不能上 AS角的話 可以啦可以啦 有一周可以上 就是它的輪替嘛 一個是cost60以下 可以所有都上 然後另外一種 是要KOF限定的 我明天再來介紹 我最近用的角色 好好用 打那個無鬥戰 超好用 拍它就對了 好 就用這樣的組合 卡片的話 都上了啦 因為它真的沒什麼傷害 沒什麼傷害 雖然戰力是15000 如果你是紫框15000 1萬6 那個都是秒殺的 秒殺等級 但是沒有啊 所以它就偏弱啊 這三隻呼喚愛情 裡面應該是 最不容易上 最沒有機會上 上場的 好青蛙裡面 它喜歡青蛙吧 雙霸底啊 好我們來測一下喔 這個 我如果防御按住 它是可以中斷的 好防御按著 最後一下中斷了 這個 看看有沒有7-2中斷 等一下 技能2看一下 技能2看一下 好技能2沒有 技能2沒有什麼中不中斷的 就技能1可以中斷 技能3的話就跳過去了 你如果沒打到就是這樣 打到敵人它才會有後續 沒什麼傷害 就雙霸體特色這樣而已 炫耀的青蛙 死光了 武器好不容易用完 好不容易累積到武器 這樣就用完了 因為技能很長啊 所以你最好是在技能間接個 一兩下補功 這個就比較不要接 有沒有被傷害了 它的T有點點攻擊 所以三個技能都 其實不太好打到敵人 簡單說就不好用 好 好 一張很花時間 然後敵人倒地之後可以馬上再接 沒有什麼殭屍齁 所以還不錯啦 這種角色沒有殭屍就行 大招放完沒殭屍 還被閃開了 我說的那個問題 炫耀的青蛙 炫耀的青蛙 傷害很低齁 我已經放了那麼多技能 他還沒死 沒有撲克吧 他們是紫色 紫色是克藍色 我是綠色啊 啊你看我就貪 貪那兩下 技能3最好不要貪 不然你要揮空 這個可以接 技能3打不到地板啦 1 2的話你可以貪一下 就是如果你要接技能1 技能2的時候 你可以接個一兩下普攻 那除非他倒地霸體或倒地閃走 好 大概是這樣 來打一下瘋娜吧 算是補齊的AS角啦 對我來說 因為AS這隻一直沒有玩過 一直沒有玩過 那沒有玩過的話 我通常也懶得去看他的技能 我甚至不知道他是什麼樣類型的角色 剛剛才看而已 應該說上次看 上次抽到的時候 稍微看一下 然後沒什麼負面狀態嘛 就沒機會 沒機會出場了 打法一樣剛剛 這隻更會閃 沒了沒了就 你可以跟他鋼一下霸體 你不會輸啊 這種MP系的霸體大概就 不到3秒 不是3秒你一定贏 那會被閃開啊 所以不好用 就技能的連段都會被閃開 通常這種就不好用 然後他又不能持續性黏住敵人 就很難用 你看 而且敵人都是被判定是落地 所以敵人會出現一個落地霸體 這個真的很長啊 長到你的氣力就好了 剛剛被我中斷了 你可以提前中斷吧 如果你怕你的掃糖腿被他閃過的話 禁能力最後一下掃糖腿會被裝 常常被閃開嘛 這個會往前衝一下 如果太遠或是什麼 也會虧空 也會空大 大招也會空大 還行啊 就1 2 3這樣接 反正雙霸體 哇 死掉了 我想示範一下那個空大怎麼樣 我們來示範一下空大 那我要先集氣 我覺得他那個 普通進那個往前衝跟那個 瑪莉也很像 瑪莉也是衝過去 有點像 好這幾天下雨 好這幾天下雨 攻擊比較潮濕啊 我覺得你如果怕他閃亮的話 就直接普攻中斷啊 普攻中斷也沒有 也是會被他閃開 這個沒接到就沒了 就這樣 跑一下有點像瑪莉有沒有 瑪莉也是這樣 往前衝一下 就沒有後續了 就空大 好 現在要那個擠武器 很擠喔 好有有有 還行還行還行 我有回復30% 除非你要換一些隊長 這個也是 就是 沒放到就沒了 踢一下 好沒了 所以說他的必殺 就不是說非常好用 一個是點 一個是線 武器的話是點 點攻擊是踢一下 沒有就沒有了 然後三七是線 但是是有一個距離 太遠會接不到 或是可能在空中還沒落地 太早按可能也會 空大這樣 然後 技能的話沒有黏著性 容易被閃開 然後突進的話 缺點就是會先在原地 踢一下 然後再往前突進 這樣太慢 太慢 好 大概是這樣 我們不用真的打完 剛剛已經打過了 好那我來對這隻 李梅來下定義吧 定義就是放在倉庫 放在倉庫 沒地方可以用 因為如果你真的超想用 超想用他 真的只有一個地方可以用 就是胡鬥戰 胡鬥戰 胡鬥戰這個禮拜 這種版本就是 Cost 15-60 這種可以上AS 但是AS的話 我們都一定是上這種 什麼霸王丸啊 牙神啊 這種 或是如果你有鐵拳的話 也是上鐵拳 如果你有WWE 就上WWE 我沒有鐵拳沒有WWE 所以我是上 四魂跟這個保羅 當初鐵拳的保羅 我是上這樣 反正就可以一打三隻了 沒意外的話 那我下里 明天再來介紹一下那個B傑尼好了 B傑尼很好用 很好用 超好用 就是我們 武鬥戰有兩種嘛 應該說 應該說這個限制型有兩種 一種是要KOF限定的 KOF限定的話 你不能用這種 合作角 AS角 都不能用 那你只能用一些你KOF原作的角色 那B傑尼超好用 我明天再來介紹 我覺得超好用 你們下禮拜可以試試看 B傑尼是哪一年了 看一下 我覺得超好用 只是我就90等而已啦 我沒有覺醒 在這邊 怎麼不見了 這裡 11年的 跟那個 雙夜影一樣 是11年的 雙夜影是紫框 那個Cost比較高 Cost 5-2而已 但是超好用 好用的地方 是他技能E 這個 他的 踢出去那個掌風 有沒有 他那個龍捲風 持續時間好久 好久 而且敵人好像幾乎都閃不掉 我們知道那個 你用掌風攻擊那個 或是你第一個技能 打那個武鬥戰的敵人 他一定會閃開 等於說你上個技能會有一個技能浪費掉 就變成說兩個技能剛打 這個好像閃不太過 所以很好用啊 雖然我只有90等而已 這個明天再來說吧 而且他這邊被打還有機會獲得霸體 這個有點厲害 比較不怕被打 好 那這一期就先這樣吧 好 李梅 放在倉庫 休息一下 好的 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囉 大家掰掰